今天來是因為勞委會,他的回應,他沒有正式的回應我們,針對勞基法三十四條,換班之間休息不足,我們在勞委會那邊沒有得到回應,那勞委會推給衛生署,我們來衛生署陳情抗議事, 因為勞生署針對這幾拖的,就是我們的抗議陳情,他的十大護理政策,我們認為沒有對症下藥,而且開錯藥膽,他沒有針對我們真正的護理人力荒的問題,我們不認為二十億能解決我們的問題,那我們認為我們護理人員今天要的只是合理的工時,只要勞動條件改善,我們就願意回到職場,只要勞動條件改善,給我們解決畸型頒表的問題,我們就願意回來工作。 我體重九十公斤啊,當我四年前癱瘓完全不會動的時候,我要一味從床上移到輪椅的時候,我需要兩三個護士幫我用班的班下來,我們的護理人員真的太辛苦了啦,如果說今天,我們這些衛生署的這些官員們,請他們一天二十小時,去跟死、尿、血在一起,他們的感受是怎麼樣。 我們收集了五百多個人士的單表,裡面過達的問題很嚴重,超時動作問題很嚴重,違反勞治法的問題也很嚴重。 我們要的接近代表的問題,然後我衛生署怎麼解決,看到了沒? 好,現在今天是護理師節,我們有這麼多的護理傷兵,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健康地待在這個職場上了,要怎麼樣才可以讓人力回流?是加薪嗎? 不是 不是 我們希望今天,第一個,衛生署針對公實分表的問題,趕快走機場護理工會,進入實質的討論,請教,到底如何勞動檢查,可以真正把違反的疫苗運作揪出來,而不是下斗政策,下斗政策,第二,衛生署針對誇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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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般上兩種,三種四種班,到底認為有沒有違反勞機法? 第三,衛生署對於我們小夜間大夜,大夜間小夜,小夜間白班,專家只有間隔八小時的這種,是不是要明令禁止? 第四,衛生署跟勞法官做勞動檢查的時候,對於違反的醫療院所,是不是可以公開並且列入醫院的披荐項目? 調整檢查的結果,是我們衛生署跟大家的一場知識,是的 我們一定會落入醫院憑建基礎裡面,那這一醫院的管理 我們一定會一起去跟各方的專家學者做了一些討論 專家學者是老千人 我們很歡迎各位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沒有問題讓各位的意見我們以議會重視 請各位相信我們衛生既然跟各位站在一起 各位的意見就是我們的重要的參考 我想這一點我們要在這裡面更重的再次的跟各位保證 今天很謝謝各位再次來到我們衛生也跟我們其中的意見 正常辦表人力回流 為什麼要求辦表正常 我們所有護理人員都要告訴我們 我的嚴重超時工作已經失控了 所有護理人員都被醫院說我們是責任制的工作 可是沒有一個護理人員真正在醫法裡面 它是真正的醫法適用餘老幾法80條之一的責任制 我們護理人員都只能在嚴重適合的護病病的情況底下 把工作做完才走 而很多人工作做完之後 我明明下了大夜是七點就可以走 等我回到家根本就已經是過中午了 我簡直是要再上下一個班別了 我們這幾項的行動 勞委會跟衛生署都沒有給我們合理的 滿意的打算 5月10號 衛生署他提了十大的護理改革政策 我們認為他根本沒有對陣下搖 他們請了17個所謂的護理專家 根本不是基層護理人員 我們認為所謂的護理臨床實務專家 就是我們基層護理人員 只有我們基層護理人員才知道 我們機型辦表下的痛苦過老的痛苦 我們在醫院裡面各種行為的 被壓迫的處境的痛苦 敬請大家 逼我過老 二 三 跳 中共單位 鈴臓 五 六 五 六 一 七 八 二 五 三 二 是 二 一 二 二 三 二 三 雲 二 感谢观看